好,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設計的名字是叫做廚餘優化機 因為在疫情期間市民會經常叫外賣 而外賣的份量是不可控的 就會吃剩很多而產生很多廚餘 這個設計就可以優化了這些廚餘 然後利用它們來刺了一些墨皮蟲 這個機器的原理就是我們可以把吃剩的廚餘放進這部機器 然後它會進行攪換和壓縮 當這個攪換壓縮的過程之前 這部機器的頂部就會有探測器 可以負責探測廚餘的溫度 然後用紅外線的測距去探測廚餘的體積 還有探測甲圓和二氧化碳的含量 然後就會有一個數據的顯示 因為甲圓是可以測試驗氧細菌的活躍程度 以免不必要的細菌分解作用 探測二氧化碳的濃度 是可以量度到腐敗細菌的誘養呼吸作用率 因為驗氧細菌的分解很多時候會產生一些毒素 之後這部機器還會有一個UV消毒器和發熱器 用於殺滅一些不必要的病原體 以及提供一個合適的環境去攪拌壓縮和發酵的過程進行 而在發熱和消毒殺滅不必要的病原體的時候 都會將一些有利於廚餘發酵的微生物一定殺死 所以我們就需要提前在機器的頂部加入一些酵母 等到發熱消毒的過程結束之後 機器就會自動加入一些酵母 讓廚餘可以進行發酵 溫度和甲丸的探測是為了避免處於高溫 而使甲丸發生了反應而導致機器故障 在這些過程結束之後 攪拌和壓縮就會開始 攪拌機首先會將未處理的廚餘進行一個攪碎 去減少廚餘的佔用體積 以及增加這個表面面積 去等廚餘發酵 而壓縮器是會運用到一個小型的液壓機 去保證可以將攪碎了的廚餘體積壓縮至最小 然後當這些廚餘處理完了之後 我們後期就會將牠去融於一個飼養這些物皮蟲 讓牠們可以進食這些處理優化的廚餘 然後去生長繁殖 然後再利用物皮蟲豐富的營養價值 去製造成一些人類可以正常食用的食品 那今天的這個設計介紹分享就完畢了 多謝大家